他們應得的 沒錯啦 現在有請各位前輩上台 接受我們新一代藝人的獻花 有請劉兆銘先生 馬凱倫女士 商議女士 曾近榮先生 向他們獻花的就是 吳永代和潘芳芳 繼續有請譚秉文先生 吳遠如小姐 余慕蓮小姐 何碧京先生 接受張鳳梨 黃書琪的獻花 接著有請 劉剛先生 歐陽沙菲媽媽 羅蘭姐 許少洪先生 向他們獻花的就是 張偉健和李遠華 接著有請江藝先生 李麗麗小姐 南紅小姐 麥彪先生 接受邵美琦 李鍾玲的獻花 接著有請 胡風先生 胡風先生 梁山女士 鄭紹平女士 陳忠町先生 接受陳嘉輝 楊寧的獻花 接受陳嘉輝 接著有請黃新先生 梅蘭小姐 梁順燕小姐 田青先生 接受楊美兒 肖宗行的獻花 接著有請 梁愛女士 陳黃先生 白衣女士 羅國維先生 接受 陶大宇和林奇恩的獻花 接著有請 張英才先生 李琳琳小姐 梁寶貞小姐 譚一青先生 接受陳安寧 和中陽的獻花 接著有請 盧婉恩小姐 吳曼達先生 夏萍女士 李嘉鼎先生 接受 羅家良 和劉美娟的獻花 接著有請 余明先生 譚倫紅小姐 丁一女士 徐廣林先生 接受 郭富城的獻花 接著有請 黃維先生 馮瑞珍女士 關海珊 先生 陳米宇女士 接受歐瑞偉 和梁佩玲的獻花 接著下來 我們就要邀請 三位 一身智力與演藝事業的前輩 上台接受我們的致敬 他們三位默默家民不雲修獲 將他們一生共演出來 而且在教導後輩方面不遺餘力 而且在教導後輩方面不遺餘力 是啊 他們三位現在年紀很大了 但是他們對演戲一樣非常熱誠 和投入的 尊重他們所飾演的每一個角色 我記得有一次和一位前輩演戲 嗯 他不記得對白 嗯 他的眼睛看不到那些對白 是 他用一個放大鏡逐句逐句看 逐句逐句 逐句逐句記 有一次和另一位前輩演戲 他病 我說你不要做了 我說不行 我要做完這場戲才做 真是令到我的後輩非常之慚愧 各位嘉賓 現在請大家起立 以你的掌聲 歡迎這三位前輩中的前輩 有請 陳友厚先生 厚叔 石堅先生 建叔 陳立粉 小姐 凡依 hill 但 姜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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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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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 笑著 回答 當一聲 我是我 笑著 回答 當一聲 我是我 在一個這麼感人的場面之下 終於我們今次的電視先鋒群聲會 已經在這裡圓滿結束了 在這裡 我要代表各位 對我們電視史上作出貢獻的所有朋友 說聲 多謝你們 亦都是邀請今晚曾經出席我們的嘉賓 一起上課 謝謝各位 多謝你們 在過去幾小時跟大家回顧了 電視三十幾年來的發展史 亦都向曾經對電視作出貢獻的先鋒 作出致敬 不過這麼多年來 其實對電視有貢獻的人才是大把的 因為時間關係還未能一一盡落 在這裡再次向對電視有貢獻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 作出最衷心的致敬 希望各位電視的先鋒 能夠在以後的日子裡面再謀求突破 令香港的電視更加放資彩 那只要大家攜手努力 將來的電視發展一定有一個新面貌 今晚的節目進行得非常順利 有賴台前幕後工作人員的通力合作 多謝各位 最重要一點 電視歷史一定要多謝一批人 就是電視機旁邊的你們 各位觀眾多謝你們支持我們 繼續支持吧 再見 謝謝